大家好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目前V法旗下最頂級的多聲道劇院喇叭系統 HT加影系列 我們先從它的主要聲道看起 先來看主喇叭的部分 這顆主喇叭的高音單體以及超高音單體 都是鋁合金半球材質 然後它的喇叭的上半部還搭載一個中低音單體 中低音單體有加後旋邊可以增加單體的控制力 下方則是一顆尺寸比較小的中音單體 因為這對喇叭是分離式的設計 所以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它上下半部的連接處的特寫 OK 接著往下看 喇叭的下半截是搭載兩顆尺寸一樣的低音單體 旋邊同樣非常的肥大 主喇叭背板設有三個低音反射孔 其中一個反射孔在上半部 注意看這個反射孔下方黑色突起物裡頭裝的是它的電容 我們接著往下看 下方的兩個低音反射孔的特寫 也因為這個喇叭有三個低音反射孔 所以運作時可以有效增加低頻亮感 而最下方則是它的端子區 近看端子區的特寫 它除了兩個喇叭端子之外 最下方還有一個專業喇叭接口 圖中這個是上半部喇叭的底座 我們可以看到它與下半截喇叭連接處的裝置特寫 由於這對主喇叭的體積很大 重量也很重 所以它的底座還設有四個大型的錐形金屬腳丁 讓喇叭擺放時可以更加的穩固 好接著來看中央聲道的部分 這顆中置喇叭的體積一樣是非常龐大的 它的表面跟左聲道一樣是採用梨木貼皮 而且做高質感的鋼烤處理 單體配置部分呢 它採用兩音錄式單體的配置 現在看到的是它的高音單體 這個高音單體的形式跟左聲道一樣 下方三個是一樣尺寸的中低音單體 有看到加後的旋邊沒有 一樣可以增加單體的控制力 好我們接著轉向背板 這個中置喇叭有兩個低音反射孔 這是它的細節 正中央就是它的端子區 還有後面有貼紙可以秀一些喇叭的資訊 好最後我們來看環繞聲道部分 環繞聲道喇叭是採用兩音錄兩單體的配置 它的高音單體和其他聲道是採一樣的形式 中低單體一樣射有旋邊 注意喔它的低音反射孔是朝前發聲的 從後面除了可以清楚看到喇叭的構型之外 還可以看到配置簡潔的端子區 好以上就是這一次的產品介紹 如果對這套喇叭有興趣 可以看2027的新視聽雜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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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今晚上 看 超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